手游酷玩 剑入入是这个荆棘一样的东西 就是上下刀刺 和管道相比呢 有这么几点好处 首先第一点 更容易判断自己能不能过去 第二点 体积比较小 就不会出现你落在这个管道周上网 这个尴尬的局面 所以说还是一个 大家有感觉那个飞 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在两个管道中间飞那个鸟 实在是太扎起了 就可以体验一下这个 个人觉得非常不错 而且我现在啊 已经能跑到1000多分了 感觉对自己这个 我刚刚说完 你能不能让我装完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 到达了人生的巅峰了 1000多分啊 我这是要把管道小鸟玩到1000多 我真是啊 我的时间可真长了兄弟 这个游戏啊 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点 在外观瞅着比较好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 他并不是管道小鸟那种像素风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游戏这么一个风格啊 有点偏向于这个动漫人物 他这个鸟做的比较立体化 就不像那个像素风 瞅的就有点敷衍了事的感觉 虽然说像素风也是 一个比较主流的这么一个游戏风格啊 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开罗游戏的爱好者 所以说像素风我是能够接受的 但是这个风格瞅上去就比像素风要 然后就是感觉视觉上舒服一些 第二个呢 就是他这个特效做的特别好 之前有好几本 大家如果没看清的话 可以到过去看一下 我这个在接近这个刺 就是靠近他 然后从他上面悬悬的飞过之后呢 我会掉一芒 可能被吓得需要换一个衣服啊 这个就不解释了 怎么说呢 反正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游戏 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玩游戏 这个审美的观点的 游戏嘛 这种东西 尤其是策略的游戏啊 就是跟大家说 美不美是一辈子的事 强不强呢 只是一个版本的事情 所以说大家要选一个好看的 他就算不强啊 但是我们美啊 对吧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安稳啊 前期过这个 大家不要追求一些高难度操作 就是为了看这个特效 然后专门来这个刺旁边走那么一圈啊 或者是为了吃那个左上角那个东西 然后特意去这个剪 然后被 直接就是 算你失败啊 这样的话就不值得 你知道吗 那这个游戏还是安稳通关为主 那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我也是来到了 1600多分 大概 到不了2000 也差不多太多 那今天给大家带的游戏呢 叫做小鸟飞行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的 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北极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